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昨天 WWDC上面发表的这个iOS15 有哪一些新功能 那这个iOS15 并不会那么快开放给大家下载 可能会在9月才开放 那在这个开发者大会上面 只是先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会有哪一些新功能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更新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功能 都已经在别的地方已经看过 像是原况文字 或者是共同编辑文件等等的 那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更新 但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像是健康里面的分析 或者是在隐私权保护这方面 这次也有很大的进步 那接下来我会把顺序打乱 我不会依照WWDC上面的顺序 来讲这些功能 那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原况文字 那这个功能其实在我们频道上面 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之前我是利用LINE 就是LINE里面有一个文字辨识的功能 我觉得非常好用 所以我平常都会使用那个功能 那现在他们就把这个功能 拿到iPhone上面来了 那它使用的方式是使用相机 这个APP 然后它会结合AI分析的方式 辨识照片里面的文字 包含你的手写 或者是任何的地址电话 你都可以直接辨识出来 那在地址或者是电话的部分 你甚至可以直接选取那一段电话 然后直接打给对方 然后地址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照片里面截取 然后开启地图 那在语言辨识的部分呢 他们会先提供七种语言 其中就包含了简体跟繁体的中文 我相信这个功能真的会非常的好用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 跟这个文字辨识相关的功能 就是Spotlight的搜寻 现在这个Spotlight搜寻呢 也支援图片搜寻咯 就是之前我们要搜图的时候 不是都会去Google图片吗 现在不用了 你只要把这个照片丢给Spotlight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搜寻咯 那除了最基本的商品辨识啊 像是我们之前女生都会去找网牌 有没有去找同款的 除了这种功能之外呢 它还可以辨识人物啊 场景或者是手写文字等等的资讯 那还有一个更强的就是 它可以辨识演员啊 电影啊 或者是电视节目之类的 是不是超级方便 因为有的时候在IG上面呢 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就是 电视剧里面的剧照 然后就不知道那是出于哪里的 那现在你只要丢到Spotlight里面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分析了 那除了照片搜寻之外呢 现在Spotlight也可以去搜寻 你跟联络人之间的对话 还有分享过的照片 虽然这个部分不知道有没有包含LINE就是了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IOS 15的专注功能 它的英文是Focus 就是过去大家应该都会遇到一个困扰 包含我自己也会 就是常常有太多通知要等着你去点它了 然后有的时候你很专心在做某件事情 就跳出通知就会让你分心你知道吗 可是过去的误扰模式或者是睡眠模式 都有一个很大的盲点跟很危险的一点 就是它会让你漏接电话 那现在呢他们推出这个专注功能 就是会把这个误扰模式分的更细一点 它会去让你设定不同的模式 然后在每个模式下面呢 你都可以跟特定的联络人 或者是让不同的通知进来 像他们在发表会上面展示的 就是它有一个工作模式 然后有一个个人模式 那一开始你在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呢 这个手机会去学习 你在哪一个模式下面 你会跟哪一些联络人接触 或者是你会开启哪一些APP 那长久学习下来呢 它就知道说你在特定的模式下 你要让哪一些人联络你 或者是让哪一些APP通知你 那想到通知呢 在这个专注模式下 也多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通知摘要 因为过去呢通知真的太多太杂 然后又很难分类 所以他们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通知懒人包 就是他们会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通知 把它浓缩成一个摘要 他们也会依照最重要的程度排序 就是最重要的会在上面 但是呢有一些紧急的通知 他们就会独立出来 变成自己一个通知 他们不会出现在这个摘要里面 所以就不怕错过紧急的讯息了 然后在iOS15里面呢 如果你开启误饶模式 然后如果有人想要传讯息给你的话 他就会在讯息栏里面看到 你现在正在开启误饶模式 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个紧急讯息的按钮 就是他虽然看得到你是误饶模式 但是他可以选择传紧急讯息给你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讲的iOS15 新功能呢就是Facetime 因为现在呢大家都Work from home嘛 所以这个Facetime的功能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现在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多人同时通话 所以他们就多了这个空间音讯的功能 就例如说这个人如果他在右上角讲话的话呢 他的声音也会一样从右上角传来 然后另外呢Facetime 接下来也会支援过滤噪音的功能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家工作嘛 但是家里可能不一定是安静的 那有这个功能就会更方便 除此之外呢Facetime也开始支援这个 人像模式还有背景模糊的功能 就是让我想起来那天我在测试iPad的时候 他现在就有一个对焦人物的功能 就是你用iPad FaceTime的时候 他会抓你的脸 然后当你移动的时候呢 他的镜头就跟着你的人脸移动 那再配上这个iOS15的功能的话 就会非常的强大 同时呢这个Facetime也开始开放给Android 或者是PC一起使用了 他们只要用网页打开 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Facetime 然后下一个新功能呢就是Facetime 开始支援SharePlay了 SharePlay应该要怎么翻呢 就是分享播放 就是同时播放啊 你可以跟很多人视讯 然后同时播放同一部影片啊 或者是音乐 他也支援串流播放 像是Disney Plus啊 或者是HBO等等的 那目前还没有看到Netflix 所以之后大家如果想要一起看节目啊 或者是一起听音乐 或者是看TikTok之类的话呢 你只要打开Facetime就可以一起看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功能呢 就是健康 我们都知道呢苹果他们之前 已经透过Apple Watch 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 但是很多这些资料 它都是非常零散的 没有多加分析啊 或者是分析一些趋势之类的 然后常常我们点开那个健康里面 就是有点看不懂里面的数据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呢在iOS15里面呢 他们新增了这个Trend功能 那这个Trend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收集你的健康资料一阵子之后呢 当他发现你的健康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他会告知你 例如说你真的心跳特别快啊 或者是睡得比较晚之类的 他就会告诉你这些趋势 然后呢在健康里面 他们也多加了分享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健康资料 传给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医疗团队 不过医疗团队这个部分 可能美国会先运行啦 然后在健康里面也多了一个 侦测步行稳定性的功能 就是它会侦测你走路稳不稳定 然后有没有跌倒的风险 那这个功能如果配上Apple Watch的话 我觉得对老人来说真的会非常的重要 然后下一个更新的功能呢就是备网路 这次备网路呢 新增了很多原本Google Document里面 就已经有了功能 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如果团体要做报告 很多时候都会使用Google Document 因为你可以看到别人编辑的哪些地方 然后也可以画重点之类的 那现在呢iOS上面的备网路 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别人编辑过哪些地方 然后你也可以在备网路里面贴标签啊 或者是提到某一位成员 那如果是用在工作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提到你的同事啊 然后让他注意一下某一段的文字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下一个功能也非常重要 就是隐私权的强化 在iOS15里面呢 他们更加注重email的隐私权保护 就是当有人寄email给你的时候呢 当你点开这个email 对方不会知道说你已经把它点开了 或者是他也不能透过这个email 来得知你的IP位置 然后接下来的iOS15 也新增了一个iCloud Plus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原本有在订阅iCloud的话 接下来也会被整合到这个iCloud Plus的功能里面 那价格是不会变的 只是多了一些新功能 那我觉得里面最棒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隐藏你的电子邮件 就是接下来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用虚拟的电子邮件地址发email出去 或者是你想要用这个虚拟的电子邮件 去注册一些网站啊之类的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注册网拍什么 然后你不想用你自己个人的email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然后如果它一直发一些垃圾讯息给你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虚拟的账号砍掉 接下来在iOS15上面呢 寻找这个App可以做的事情又更多咯 之前苹果他们不是发表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AirTag吗 然后在发表会上面 他们也展示了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他们把AirTag的概念 应用到了AirPods上面 就是现在如果你把你的AirPods弄丢的话呢 这个AirPods就会透过陌生人的iPhone 或者iPad回传它的位置到你的手机的寻找App里面 当然因为这个AirPods蓝牙的发送范围 可能没有像AirTag那么广 不过它的概念大致上跟AirTag是一样的 然后这一次AirPods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新功能 就是它现在可以帮助一些 听力有轻微受损的用户 它可以帮助这些人在讲话的时候听得更清楚 就是它会把除了人声之外的噪音隔绝掉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两个 就是跟台湾比较没有关系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钱包然后第二个是地图 我一直都觉得他们的钱包App真的非常的好用 只是可惜在台湾真的不能用 因为我们的Yoyo卡公司没有跟他们合作 那这一次在iOS15里面呢 这个钱包又多出了像是游乐园票卡啊 或者是数位身份证的功能 此外呢它还支援这个饭店门卡的功能 就是之后呢如果你去迪士尼玩呢 你的票卡就可以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或者是你去住饭店拿票卡也可以存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是住在美国地区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的身份证啊 或者是驾照以虚拟化的方式 存到你的手机里面 听起来真的超级方便的 而且接下来呢 美国可能会做到就是以后你在机场啊 要出海关的时候 你搞不好也可以就是只用手机就可以出关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这个iPhone里面的地图 虽然我觉得用的人可能比较少 不过接下来他们会在一些城市的地方 开始建造这个3D的模型 然后在你打开地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城市的3D地景 而且我昨天看那个发表会啊 他们建造的那个3D地图真的超级可爱的 然后你们看那个画面就知道说 他们那个地图真的非常的细腻 所以一开始开放的城市好像蛮少的 不过这个功能以后台湾会不会开放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是还蛮希望可以开放的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iOS15 所有的新功能介绍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iOS15的到来呢 或者是你最期待哪一个新功能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喔 那像我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一侧更新 他们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 很多功能都是在其他地方好像已经看过了 只是这一次把它加到这个iOS15里面 但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啦 因为里面有很多功能都是我真的会用得到的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